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肚子痛不痛啊 我在忙上 我在忙上 嘴巴里面的东西 它有没有偶东西出来啊 我不是问地址啊 我是说病人是哪里不舒服啊 你不要早去做病的啊早去做 已经破路边了啊 伤成什么样子呢 有破口吗 我120的啊 我们已经开过来了 你稍微等一下啊 鱼虎又跑回庆安 然后再到阳府啊 一个晚上整个山盘就好像逛 逛完整个大山盘的一样 山上防护服之后 人感觉特别的不方便 无论是呼吸啊 行动啊 还打针啊 做一些操作啊 都是非常都不方便 等一下 我马上放 马上放啊 嗯 已经来轮不动了 嗯 已经来了 嗯 已经来了 好 好 好 病人主要就是一个发热加上血糖光 引起了一个意识不轻状态 但血糖现在已经高到我们血机器 血糖已经凑出来了 高于33.3 所以这个病原算是一个比较危重的状态 而且它血压还是偏低的状态 血压才有90的60 意识不轻 对 还有发热39度 对 我们到的时候呢 这个病原来就处于一种比较烦躁的状态 这种病原一般都是要就近送越南 而且这个病原是发热的状态 我们到嘞 没走 没走 收不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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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顺度都要抗预啊 我看到了 1 2 3 慢点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拉好它 在疫情开始之前啊 就是没有那么多注射需求的时候啊 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就是 就是连轴转连轴转 痛啊 哪里痛啊 脚痛 脚痛是吧 然后痛着痛着 然后它就没声音了 他们家属这个描述啊 很有可能就是 通销的故事已经没有了 让我来说对我们家属于哪里 把这一家 我们都没有了 对我们给大家骇一眼 中国人叫 这一家里 不是有一家里 一家里 一二 一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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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离卡索了 哎 这帮他太多了 疫情爆发的特别厉害 然后现在呢 不确定性太多了 这么厉害吧 距离吧 建议站在哪 215点 215点 这一块都可能是大空一点的 两个都过来都不知的 好 来 没有没有 没办法不觉得 没办法不觉得 1 没有 没条 走 密度量很大 大产气之后 它这个密度很容易 像这个气雾了 1 再来 2 噢 现在感觉到里面 肚子没有在动 我现在平常的好像 好像还好吧 还好 然后再拉起来不然的话 下雨 会领着它 这个120的需求啊 非常大的 哎 阿姨 哦 您好 您好 我这边120的 我问一下大概什么情况呀 家里面有矿原吗 就会在这边把那矿原做一下就好了 好吧 能到玉立峡也要死了 有时候就会有碰到超120的 他没办法说 说清楚到底自己哪里不跑啊 或者说到哪家医院啊 或者说什么情况呀 他讲不清楚啊 我问一下这些小朋友现在人情好怎么样呢 清楚吗 还在哭闹呢 还是怎么说 他说他下来 家里面有份报告啊 最后一次是提号的 送新华儿科对吧 治病救援这块东西 他要不仅的去分析这一个 就是他的家里面的关系情况 然后这个病人的状态 还有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下我该做什么呢 对病人起到最大的作用 十几岁以上 或者说整个车组才需要的一个能力 平时绳子清楚的吧 绳子清楚的 绳子清楚的 清楚的啊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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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讲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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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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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161到 然后我这边防护服快到四个小时了 我想请求一下到江湾再脱衣服 然后就让行销 我跟他说什么话 车后的说 零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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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给你七万就成功了 来来来 这一点 第一期开始之后呢 就没有这个情况 就一直就是做的之后 中午晚上8点钟一说 今天有点早 8点钟 好的好的好的 那你稍微等一下 我们还要上啊